你的小朋友有多難教,我都會幫你教好他 大家好,我是Mr.Emma,我是BCB國際應徵行為分析師 今天是一份免費教材 希望可以教識你的小朋友排序最基礎的階段 由細至大的排序 排序的內容其實是非常代言化的 無論是由一個物理上的改變 例如他中了破髮,破髮越來越高的情況 或是喝水,水越來越少 又或是有故事性內容 例如一個故事,一開始發生什麼事 到最後結局發生什麼事 又或是關乎小朋友的日常規律 例如早上的規律是做什麼呢? 由起床,洗臉,換衣服,吃早餐,上學的排序項目 但在林林種種種不同類型的排序 其實我們要由最基礎的階段 跟你的小朋友去練習 否則你會發現你的小朋友只是靠背中 他背了故事內容 然後記住先後次序 然後再排出來 但其實他是不是真的能夠理解 事件的由頭到尾 究竟是怎樣的發展呢? 為什麼會是這張圖卡為第一張? 最後一張在那裡 可能他們並不是真正理解排序的概念 所以今天我們這份免費教材 是由最基礎開始跟你的小朋友練習起 我們是要他有一個由小到大的概念 才開始排序 讓他知道什麼叫做循序漸進地 慢慢從小到大這樣去 當他能夠掌握到一個這麼基礎技巧的排序方式 他才能夠慢慢再進階地去訓練 理解到實質的排序概念是怎樣的 在我們這份教材裡 最主要都是只有三張圖卡 從小到大這樣去作為一個圖案去顯示 所以你會看到我們從小到大的樹 從小到大的花 甚至乎有從小到大的皇冠 士多啤梨 紅啤啤 還有雪條 所以如果家長當你的小朋友掌握到三張 從小到大 其實不妨都可以再增加那個數量 例如有五張的圖案 他們是需要由細至大去排序 邊商他們真正能夠理解到 是由物件的本質 從小到大順序去排序的方式 上面了 家長可以了 運用我們這張格子子 它有三個格子 鋪平放在桌面上 然後剛才我們從小到大的圖案 可以逐個這樣剪出來 然後記得了 千萬不要跟著次序 就這樣放在桌面上 因為你的小朋友可能會誤會 我只跟次序這樣放上去 就已經是作為一個排序的訓練 其實並不是的 它是真的需要去看清楚 哪一張是第一張最小的 跟著就是中間的那個形狀 跟著就是最後的那個情況 但當然啦 如果你的小朋友一開始不理解 只是單單了 藉著整個答案告訴他 跟他一起放 其實可能都快術太CUT 但其實並不是一個很有效的學習方式 變相你的小朋友 可能並不能真正去理解到 究竟是由細到大這樣排序 甚至他們純粹是用一個死背的方式 所以可以用的是什麼方法呢 變相一開始的時候 你可以先放了頭的兩張 是細和中間的尺寸 然後剩下最大那張的 就讓他自己放一張上去 就告訴大家 這個是一個順序 小的中間最大 之後下一步 你就會只放頭一個最小的 然後就有中間和最大的那一個尺寸 在他的面前 當然啦 你的位置可以調動 不是純粹一定是中間到最大 你可以是放在大那張 然後才到中間那張 然後你就會指示他 這張圖案是最小的 然後他就會看一看哪一張是中間的 剛才他看到中間那張是什麼 他拿起中間那張 然後最後拿大那張 最後都做到這個階段 你就可以要求他三張都自己放了 所以你就可以把小的可能打亂 可能放在最後那張 然後最大可能放在最頭 中間就照樣放在中間 然後跟他說 幫他排順序 有西都大排 他就會記得 剛才你拿起那張是最小的那張 他就會拿小的那張放在第一張 然後就放在中間那張 最後就是放在最大的那張 你可以當這個圖案是一個教學的圖案 是有很多的提示在裡面 所以為什麼在這份教材裡面 有這麼多不同的例子呢 其實就希望你的小朋友 能夠做到一個的應用 你可以拿另外一個的圖案 好像剛才我們有紅啤啤的 但就不要直接去教他 把那個紅啤啤 三個紅啤啤不同大小都剪出來 打亂了 不要跟次序這樣放在他的面前 然後照樣是拿我們這一張的格格子 然後就放在他圖案的上面 然後就叫他幫我跟次序 由細至大這樣排 他就會知道 可能是拿起第一張最小的 然後就放在中間那張 最後就放在大那張 如果他能夠運用不同樣的圖案 都能夠自己獨立的 由細到大這樣排一個排序的話 就代表他能夠真正掌握到這個技巧 當如果你換了那個圖案 你發覺他也是做不回 他也是會亂放的時候 照樣地用回我們剛才一開始的那個方法 由最後最大的那張圖案 開始教他 但就要記住 這個過程 你是故意去教他 他並不是真正能夠應用到排序的情況 所以你又要用一張新的圖案 讓他自己獨立去完成 看看他能不能夠真的應用到排序的概念 沒見過的圖案身上 今次這份教材 是會由最基礎 由細到大 教識你的小朋友 如何排序 希望家長都可以和家裡的星兒多多練習 我們逢星期四 Facebook都會上載一份免費的教材 和範圍非常廣闊 如果不想錯過我們的免費教材 記得Like我們的Facebook Page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